生活版 秉替堂哥结婚 他却爱上了堂哥的女人 我愿意和他真正过一家 堂弟想要假戏真做 他的愿望能否实现 如果你愿意和我堂弟李小刚成为真正的夫妻 我在经济上绝不会亏待你 当堂弟发现自己的妻子还与堂哥藕断丝连 这场闹剧又会如何收场 替堂哥结婚 即将活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2010年秋天的一个上午 阳光啊 透过大楼的玻璃窗 洒下了一片光影 只见一个年轻的长发女子 怀里抱着一个熟税的婴儿 站在了某公司前台 她要求见公司的老板李总 这个年轻女人说 李总是孩子的父亲 我今天来就是要让他负责任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公司办公室主任一听 来人要找公司的老板就急忙把他让进了接待室 生怕他吵闹在公司造成不良的影响 虽然办公室主任处置的颇为得当 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迅速惊动了公司董事长李勇的妻子 高丽方 高丽方啊 是公司的财务总监 他听说有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来找李总 他立刻就断定 自己的丈夫在外面干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他怒气冲冲的来到了公司的会客室 高丽方推开门 就看见自己的丈夫李勇和堂弟李小刚 这个李小刚啊 是公司的总经理 他们两个人当时都在会客室中 高丽方冷眼看看抱孩子坐在一旁的年轻女人 面对着李勇和李小刚 严肃地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勇啊 看到妻子进门啊 就急忙迎上前解释道 这位小姐呀 是找小刚的 高丽方不相信的再看了看那个年轻女人 那个年轻女人呢 也毫无表情看了看她 这个时候啊 李勇就对自己的妻子高丽方说 走吧 丽方 让他们两个人自己谈吧 说完 他就把高丽方拉出门去 两个人回到了董事长办公室以后啊 李勇就对妻子高丽方解释说 周静啊 是小刚在夜总会认识的 每次我和小刚带客户去啊 他都陪着我们一块喝酒唱歌 谁知道他今天突然抱着孩子来说 这孩子是小刚的 要小刚对他负责任 高丽方听了以后啊 瞥了他一眼说 你们男人呢 没有一个好东西 丈夫李勇一口咬定 周静的孩子是堂弟李小刚的 与他毫无瓜葛 这才让高丽方紧绷的心渐渐松懈下来 但冷静之后 高丽方却觉得 丈夫的话并不完全令他信服 高丽方决定再试探一下 以断虚实 高丽方啊就说 如果这个孩子真是小刚的 他娶了这姑娘不就行了吗 李勇啊摇了摇头 小刚嫌这个周静在夜总会工作 怕娶了他名声不好 所以他不愿意 高丽方不满的看了他一眼 那当初他们上床时 李小刚怎么没有这么想 不行 今天这个事 晚上我再说说他 如果这真是他的孩子 他就必须负起责任来 晚上回到家以后啊 高丽方就把堂弟李小刚叫来了 开口就问道 你爱不爱周静 这孩子都生出来了 你说李小刚这时候 怎么说自己不爱啊 只好点了点头 高丽方说 既然爱 你就要负责任 尤其是孩子都出生了 你总要给人家一个名分吧 李小刚听了以后啊 看了看堂哥李勇 表情呢 多少有点愁畜 高丽方啊又继续劝他说 我知道你嫌他在夜总会工作过 也没有什么学历 怕丢人现眼 高丽方指了指自己的老公李勇 说你知道你哥 他也没有学历啊 开始创业的时候还摆过小摊呢 现在不也是闯出了一番事业吗 所以人呢 出身 学历都不重要 重在人品 这个李小刚的父亲与李勇的父亲呢 他们是唐兄弟 李小刚呢 家境比较困难 所以他高中毕业以后啊 就回到了农村老家务农 而李勇在外面创业 他第一个需要帮手 而这些帮手啊 还要值得他信任 第二个啊 他想提携一下自己的唐弟李小刚 于是啊 他就回老家把李小刚带了出来 所以李勇和高丽方啊 在李小刚心目中 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李小刚虽然对唐嫂的说法不辩解 但是他脸上去的表情啊 看来还没有接受的意思 高丽方 不管三七二十一 当家做主道 小刚 我和你哥帮你办婚礼 李小刚听了以后啊 看了看高丽方和唐哥李勇 不情愿的 点了点头 就这样 李小刚的婚礼啊 是由唐嫂高丽方 一手操办的 在唐嫂高丽方的操办下 李小刚和周静的婚礼 终于圆满结束了 高丽方感到如实中负 但是他哪里知道 他的家庭即将面临一场 暴风骤雨 李小刚和周静结婚以后 他们就住在了唐哥李勇 和唐嫂啊 送给他们的一套商品房里面 唐弟李小刚结婚之后 凭借着女人的直觉 高丽方啊 发现自己的家庭生活 也发生了变化 以往啊 经常到外地出差的李勇 突然几个月都不外出了 本来对李小刚 居高临下的李勇啊 突然对唐丽的婚后生活啊 宜偿的关心 动不动就说去唐丽家看看 高丽方啊 就责怪他说 人家刚结婚不久 你老去串什么门啊 你不怕人家两口子烦你啊 李勇啊 总是解释说 我去小刚家还有公事啊 他现在抓了一个项目 我要和他讨论这个项目 李勇去唐丽家 说自己有公事 高丽方啊 也不好阻拦 只好交代他 你早点回来 高丽方啊 每每看着丈夫远气的背影 心里啊 总感觉 他有点不对劲 一天在上班的时间 高丽方啊 就问公司的项目部经理 咱们公司有没有李小刚总经理 最近负责的工程啊 项目部经理听了以后摇头道说 公司好像也没有李小刚总经理 亲自抓的项目啊 高丽方听了以后啊 若有所思 他没有再问下去 然后啊 他又来到了李小刚的办公室 问他说 小刚啊 你哥晚上老去你家干什么呀 李小刚啊 笑着对他解释说 嫂子啊 我现在负责公司一个重要的项目 我哥呀 十分关心 老是晚上去到家里跟我讨论方案 高丽方听了以后啊 也没有说话 点了点头就离开了 晚上吃完饭以后 李勇啊 像往常一样 对妻子高丽方说 我去小刚家讨论一下项目啊 高丽方看到李勇出门以后啊 也离开家 悄悄的跟着他 心里想啊 你李勇去你堂弟家 是光明正大的事 你们两个人都撒谎说什么 讨论项目 难道他们瞒着自己在做什么 跟踪行为反常的丈夫 他会发现什么秘密 而这个周静呢 是李勇在外面包养的情人 四个人的尴尬关系 却被堂弟的突发奇想给化解 我已经爱上了他 我愿意和他真正做一家 假戏真做之后 两对夫妻从此是否就能相安无事 替堂哥结婚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高丽方啊 悄悄的跟在自己的丈夫身后 满脑子里啊 都是问号 他跟踪到了李小刚家居住的楼前 李勇啊 果然上楼了 正当高丽方 为要不要上去而犹豫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走下楼来 这个人 正是堂弟 李小刚 高丽方就感到诧异了 难道他们哥俩这么快就谈完了 可是他看一看 李小刚这个表情啊 不太开心 在楼下一边徘徊 一边抽烟 还不时的抬头看看楼上 高丽方就认定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了 于是他就突然出现在李小刚的面前 一看到唐嫂高丽方 李小刚啊受了一惊 他故作镇定的挤出笑容说 嫂子 你怎么在这啊 你是来找我哥的吗 他刚走 高丽方盯着他说 小刚 你撒谎 我一直守在楼下 我根本就没看见李勇下楼 这李小刚 说不出来话了 高丽方就伸出手来 把你家钥匙给我 李小刚呢 手下意识的就摸向了自己的右腰的部位 高丽方啊不等他动作 伸手就把他挂在腰间的钥匙 栽了下来 静止上楼去了 李小刚啊只好无奈的跟在后面 想拦呢 他也不敢来 高丽方用钥匙打开了李小刚家的大门 进去以后啊 客厅里面空无一人 他上前直接拧开了卧室的房门 赫然看到自己的丈夫李勇 和堂弟的媳妇 周静两个人赤裸裸的躺在床上 看到这个场景啊 高丽方突然眼前一黑 无力的憋坐在地上 李小刚啊急忙上前把堂嫂高丽方扶到了沙发上 而李勇和周静也张慌失措的穿好了衣服 李小刚啊示意周静赶快带着孩子出去 然后小声的对李勇解释说 嫂子啊刚才一直跟着你 这时候啊高丽方已经缓过劲来了 他气愤的问李勇 你们哥俩 为什么要骗我 李勇啊 马上惭愧的对高丽方说 老婆 我对不起你 小刚啊 你实话对你嫂子说吧 得到了堂哥李勇的同意 李小刚便竹筒倒豆子一般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出来 而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如钢针一般炸在高丽方的心头 原来啊李勇和高丽方结婚以后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 而这个周静呢是李勇在外面包养的情人 并且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 由于高丽方一直和李勇打拼创业 李勇啊也不忍心提出离婚 这个周静啊为了逼他离婚 就抱着孩子上门讨说法 于是啊就有了我们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当高丽方兴师问罪的时候 李勇啊就随即应变的说 哎这个周静是来找堂弟李小刚的 就骗过了自己的妻子 在骗过高丽方之后啊 李勇明确的对周静说 我不能和你结婚 周静哭闹无效以后啊 就提出了一个条件 不离婚也可以 但是我要天天能够见到你 李勇无奈啊 只好找自己的堂弟李小刚商量 让他帮忙 让他和周静假结婚 先稳住周静以后 再重常记忆 李小刚思想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他知道没有堂哥李勇的提携 他不可能离开农村 更不可能成为受人尊重的公私老者 堂哥李勇对他而言可以说恩重如山 于是在报恩之心的驱使之下 他答应代替堂哥李勇 把周静取进门 就这样 李小刚和李勇 两个人连妹配合 上演了一出顶包婚姻的大戏 高丽芳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 他表情正正的看着他们堂兄弟 突然缓过神来 问那个狐狸精去哪了 我要去找他算账 李小刚啊 这时候急忙上前扶住高丽芳 又让他坐下 向他恳求道 嫂子啊 我哥这样做 其实也是无奈 也是为了咱们家好 求你啊 原谅我们吧 也别再追究周静了 毕竟他现在是我的老婆 高丽芳一听生气了 气愤的斥责道 你脑子有病吧 你是个替身 你懂不懂 你只是个挡箭牌 李小刚啊 看了看堂哥李勇 心意横就对嫂子说 嫂子 开始的时候 我确实是替身 但是 我和周静结婚 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 我已经爱上了他 我愿意和他真正过一家 也愿意抚养孩子 长大成人 李小刚的话 让李勇高丽芳夫妻痴为惊 他们不知道李小刚的话 到底是出于真心 还是仅仅为了化解 他们夫妻矛盾的权宜之计 但是面对眼前的窘境 李小刚的这个决定 似乎也解决了几个人的难题 这一天晚上啊 可以说他们两对夫妻 四个当事人都一夜无眠 李勇和高丽芳 两个人陷入了冷战 李勇原以为 堂弟李小刚说 要和周静过一家 是为了帮助自己摆脱这个困境 结果私下跟李小刚一聊 一问 发现这是李小刚内心真正的愿望 因为李小刚和周静在一起 过日子以后啊 周静的那种温柔可人啊 就让李小刚感到心里很温暖 因为他从小就在外打拼嘛 缺少人的关怀 所以李勇这样一听啊 就觉得自己的私情败露以后 也没法再让堂弟去当什么假丈夫了 所以他就和周静啊 两人谈判了 明确表示 说如果你愿意和我堂弟李小刚 成为真正的夫妻 我在经济上绝不会亏待你 周静一听 再看看李勇的态度 知道和他结婚无望了 这事都败露下去了 他也没有要离婚取自己的想法呀 自己再坚持下去 只有一个结局 那就是被抛弃 想了想 如果能和李小刚过一家也不错 因为在和李小刚结婚这段时间里 李小刚对他也是非常客气的 再加上可以经常看到李勇 自己一辈子吃喝不愁 于是他就同意了 同样在这段时间呢 嫂子高丽芳也一直在做思想斗争 你想自己丈夫出轨了 已经有了私生子 这个是目以成舟 如果自己不想让这个家庭瓦解 就必须正视这个现实 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丈夫呢 每天的忏悔和唐帝提出了要和周静真正过一家的这个想法 实际上也给了高丽芳一个下台阶 在丈夫李勇忏悔自己行为对不起他 今后绝不会再和周静保持情人关系 并且唐帝李小刚也表态自己会监督周静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高丽芳最终就决定原谅丈夫李勇 于是他和李勇的关系又慢慢的恢复到往日的状态 而李小刚和周静也过起了安稳的日子 禀包结婚的风波平息后 李小刚发现自己的妻子竟与唐哥藕断丝连 而这个李勇呢 也好了伤疤忘了疼 于是两个人就情不染 坚情败露 妻子却不知悔改 最终酿成惨剧 李小刚当时已经丧失了李静 死死的掐住了他的骨 唐帝圣怒之下杀了人 两个家庭又会有怎样的结局 替唐哥结婚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一晃啊 时间到了2013年的夏季 周静真正和李小刚过起日子以后 他才发现李小刚和李勇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因为当时两人假夫妻 彼此之间都很客气 两人真正成了夫妻以后 他才发现李小刚不仅没有李勇的魄力和才华 过日子也是死死板板的 毫无激情 在公司里可以说他是李勇的傀儡 根本没有什么决定权 于是周静这个心再一次向李勇倾斜 因为李勇经常来看孩子 所以每次李勇来看孩子的时候 他都频频的向李勇示好 而这个李勇呢 也好了伤疤忘了疼 他又怀念起以往周静的小鸟一人 于是两个人旧情复燃 但是俗话说得好啊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李小刚啊 察觉到了妻子周静的遗偿 当天晚上周静回到家中 李小刚啊就质问周静 你是不是和我堂哥李勇又好上了 周静啊不屑一顾的说 我们好不好关你什么事啊 你既然想要报答你堂哥的恩情 你就不要干涉我的生活 李小刚压抑的情绪啊 他彻底爆发 他指着周静怒吼道 我当初娶你确实是为了我堂哥 但是我告诉你 咱们现在是真正的夫妻 你这样做对不起我 也对不起我堂嫂 周静啊用避怡的眼神 挑衅的瞟了他一眼 我对不起你 咱们离婚呢 那你敢不敢呢 周静还继续讽刺他道 你这个公私老整 不过是一个跟班的 要钱没有 要权没权 我这样跟你过日子 你就知足了吧 李小刚的自尊心呢 他非常敏感而又脆弱 本来就忌讳别人说 他是堂哥李勇的傀儡 周静的话 彻底激怒了他 他上前呢 就抽了周静一个耳光 我这个跟班的 今天就要好好教训你 这个周静啊 边哭边踢打李小刚 嘴里骂道 你不配做人 你就是你哥的一条狗 李小刚暴怒 用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咬牙切齿道 你敢说我不是人 我要让你先做鬼 周静啊 试图摆脱他 可是李小刚啊 当时已经丧失了理性 死死的掐住了他的脖子 周静慢慢的停止了挣扎 李小刚啊 突然清醒了四个 松开了手 周静啊 倒在了地上 李小刚看着一动不动的 妻子周静 当时非常恐惧 他就机械的拨打了报警电话 说自己杀人了 同时啊 他又拨打了120急救中心的电话 在医生到来之前呢 他手忙脚乱的 给周静啊 做人工呼吸 民警和120先后来到了现场 经过医生的现场检查和抢救啊 这个周静抢救无效死亡 民警就将李小刚抓捕归案 在警方侦查期间 李小刚如实供诉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而李勇呢 出于赎罪之心啊 为李小刚请了辩护律师 并且带自己的堂弟李小刚 向周静家进行了高额的赔偿 最后啊 获得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 很快 公诉机关将李小刚起诉到法院 那么已经得到了被害人家属谅解的李小刚 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判决呢 检查机关以故意杀人罪 将李小刚起诉至法院 在法院开庭审理的时候 辩护人提出 被害人周静 生前有重大过错 使得被告人李小刚 长期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李小刚处于义愤失守杀人 属于义愤杀人 加上有投案自首的情节 希望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小刚 减轻处罚 辩护人关于义愤杀人的辩护观点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什么叫义愤杀人 由义愤二字啊 我们就可以知道 行为人呢 是受到了被害人的虐待 侮辱或者迫害 因为不能忍受 为了摆脱自己所受的这些迫害 而实施的故意杀人的行为 由此可以见到 在义愤杀人当中 他一定强调的是什么 被害人有过错在先 他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 是从宽量刑的一个情节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宽颜相继 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第22条是这样规定的 对于因恋爱 婚姻家庭 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 引发的犯罪 因劳动纠纷 管理时当等原因 引发犯罪动机 不属恶劣的犯罪 因被害方过错 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 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 应酌情 从宽处罚 那么人民法院在审理之后 认为本案的被告人李小刚的行为 故意非法剥夺了他人生命 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 但是鉴于被告人李小刚 不能正确处理家庭婚姻关系 而导致矛盾激化 才酿成的这个大错 并且被害人的言语过激 故意激怒了被告人 显然具有一定的过错 故根据 本案被告人李小刚的作案动机和手段 社会危害性以及投案后的自首态度 认罪毁罪 积极赔偿 获得了被害人亲属谅解等具体情节 人民法院决定对被告人李小刚 减轻处罚 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 案件尘埃落定 李小刚服刑改造去了 李勇到监狱探望了李小刚 向李小刚表示了悔过 并且承诺 我这后半辈子 一定要报答你这个堂弟的恩情 那李勇回到家 也向自己的妻子高丽芳认错 表示自己今后不会再犯错误 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说要抚养自己的孩子 没想到高丽芳坚决不同意 他说 我看你这个孩子心里就不舒服 你还是让周静的亲属抚养吧 并且 高丽芳还与李勇分居了 所以他们的婚姻前景到底如何 可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 观众朋友 俗话说得好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之恩图报显然是人的一种美德 但是如果我们报恩的时候不变是非 则可能助纣为虐 好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婚礼上有人送来了 明日播出